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自己融入在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中 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我总想看得更清楚一点 记录下属于我们的故事 拍摄时要尊重野生动物 所以我选择等待 等待故事的发生 野生动物的美 源于他们的野性 有时是可爱的 有时也是危险的 在记录的过程中 要避免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智能摄影手帮助我 在与毒蛇的安全距离内拍摄 将智能摄影手提前安放在 野生动物活动的超近距离内 而我在远处静静等待 不打扰野生动物 才能呈现出他们 最真实自然的状态 当你真正沉浸在自然中 自然也会走近你 从地球的南北极 到青藏高原 再到热带雨林 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 设置中国顶尖的自然纪录片 维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地球生态系统 用我的镜头 为野生动物代言 因为我 就是野生动物 家能感动常在